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离三十一章 第二十四节 哈作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如商家 即是我们走出这些信息 我们信服这些信息 我们将这些信息说出来 如果有的话 那神就要回报一百倍给我们 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如果想说 我们在这块田 所以千万顶止 你不要轻看聚会的时间 你那块田辣在家里 只有你一块田 无论你用多少信心 有多少宣告 都是你自己一块田 明白吗 你在家里讨过三个小时 都是你一块田 你无论如何锻炼你的恩赐运作 或者是医治也好 你自己病啊病啊 咳到反转啊 你都要在床里捋来捋去 你都要坚持你的医治 这样是没错 会使你得到医治的能力 但都不及得了 你回到教会当中 有成千人 等你为他代土 等你为他的身体代土 等你可以为主日当中 一些新来的朋友的医治 代土 那块是什么 那块是多广阔的田 那块田种出来的才有丰收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 你会看到主日的信息当中 这么多年 我都一定要保证 石安是一块好的田 你的深田不是每天都在人事 在苦毒 在存舌当中 凡有这些在教会当中犯奸淫 搞男女关系那些 一律踢走 就算有些存职 那些子女犯奸淫 事无忌惮 在教会又搞这搞路 那你以后没有回来 明白吗 我理得你是存职的子女 或者甚至是在教会当中 领袖的子女 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块田 我们是好深田 我们不是好像这个世界 这个城市当中 全部是马路 是一些硬着的路 根本做不到事 但是顶姊妹是不是 你回到教会 顶姊妹当成家庭 她不会想着互相欺骗 不会互相去讹诈 她们也不会互相威胁 她们会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但是有些人 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长大的 就不会珍惜这些 那她就错失了 为什么 她不知道这个地方 没错 你回来要付出 当然是你快田 是不是 你当然是付出 你农夫来到快田干什么 什么 农夫来到快田 不单止是杀种 那么简单 还要耕耘 还要宵灌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们回到教会 给你找到初信 给你跟进 你知道你多幸福 我告诉你 你传到福音给一个初信 然后再跟进它的时候 你跟进得好 确保你自己的信仰不会跌倒 因为你导致人家不跌倒 神会不会让你跌倒 不会 就算你上班 是回到这个世界的工作 这个世界的环境 都不能够使你跌倒 为什么 因为不被容许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生 它只不过是为我们 换取我们的属灵福分 这个就叫做金生 所以为什么 你的百倍 无论房屋 田地 妻子 儿女 父母 都是金生回应给你的 因为金生 这个世界是谁做的 是神造 祂有一个属灵定律 去驾驭祂 是高过这个金生 高过 就像这个农夫所建的这个城市 就是祂这块田地 所以变成我们说 我们需要的物质 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在这块田地当中种出来 那你需要 你记住 你需要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在这块田地做出来 最重要是找到那块田地 就像石安当中 那么多年当中 我们无论任何系统当中 都确保 我们的心是正的 是爱神的 那大家会变成一个祝福 你会使得你个人的祝福 变成百倍 变成千倍 因为你回来可以帮忙 帮忙聚会 回来帮忙 去恩赐运作 去为病人祈祷 去为这些未信的人 去带信主 甚至可以跟进他 看到吗 有一块多好的田 给你去杀种 是多么宝贵 你试一下走到其他教会 为什么他们没有神职 没有办法在今生换取任何东西呢 原因就是 他们根本不信 圣经里面所说 首先要搞好田地 所以 为什么圣经不断强调不可停止聚会 原因就是 因为每一次聚会 你都不是想在这个聚会 得到什么 没错 这个聚会当中 其实是会有很多很好的信息 有很多的神迹 有很好的诗歌 给你敬拜赞美神 但那是领袖对你们付出 那你们付出什么 换句话说 领袖 比如我 我要来到这块田当中 即是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懂得耕耘 懂得再重 因为我要得回我的幸福 要不然我带什么祝福来我的家 但问题就是 这个是我付出 你回来享受 感谢主你能享受到 但这不是你回来的目的 你回来的农夫 你回来应该是结果子 不是吃果子 我说了这么多年 所以来到这块田地的面前 有很多人吃光果子 已经觉得全教会都应该欠了他 你应该怎么对我 你应该怎么帮我 你应该怎么想我 你不想我 我走 走就走 因为这个人 他根本在幸福当中 是决定不做农夫 而以为这样 就会得到应得的祝福 是不是傻子 圣经什么时候写这些东西 是不是 他根本已经见证着 很多千上百计弟兄姊妹 是相信这个真理 而回来大家互相祝福 他回来只是想着吃果子 没有想着结果子 他觉得别人比他吃的果子 少一点 关心少一点 他已经胜了 已经失望了 是这样的 这些人 是属灵痴线的 因为你回到教会 你是正常人 你回了几个星期 你已经知道 不应该这样想的了 但有人只知道可以这样想 所以你会看到 在那块田地当中 你就现在立刻明白了 教会的立场了 教会的立场是 无论如何 这个社区 不是外面的狮子会 这个也不是夜总会 这些也不是disco 不是回来玩的 不是回来大家 搶椅子 不是 大家回来 是我尽我所能 在这个田地当中 去耕耘 将神的画 将神的教导 将神的律例典章 去教导你们 使得我的杀种 我的耕耘 使得这块田地 永远保持住 我执走石仔 执走荆棘 我永远使得这些 离谱松软 然后我懂得在里面杀种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而我就只剩下我的回报 但问题是 这堆田 即是 哇 延面这么多 千多二千位的弟兄姊妹 就是你杀种的机会 审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四节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埋于商家 转转变 新转日未变 全心奔跑 要得着军令 不离逐世挂飞 怀装自清真诚 我从心奉献 天国路径 为心理情 愿我为尊负 愿我为尊负每天 情缘献心坚持 往上的根线 潮标军奔王 遥得主上线 仍然快跑 于终点年纪 因此 仍然快跑 不离逐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